你们说带拳套是为了保护自己还是为了保护对手 视频的后半段给大家带来答案 你们看我说的对不对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场业余格斗比赛 虽然是业余比赛 但是其精彩程度甚至也好过一些职业比赛 胡子哥叫莱萨姆 今年23岁 身高175 体重74公斤 小黄毛叫马瑶 今年20岁 身高185 体重73公斤 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MMA规则 现在比赛开始 那这个比赛场地是在一个室内的球场 个子高一点的小黄毛 对阵各自矮点的胡子哥 虽然是业余比赛 但是可以看得出 两人有非常扎实的格斗功力 胡子哥上步左右摆拳 胡子哥看得出有非常强的爆发力 胡子哥掃机 小黄毛接腿 小黄毛想拿背 胡子哥勾住了小黄毛的一条腿 小黄毛把胡子哥摔到地面 成功来到了上位的把位 看看能不能控得住 胡子哥在推小黄毛的头想起身 再一次被拉倒 胡子哥这个时机把握得非常的好 迅速转换爆腿 现在再把小黄毛勾倒 胡子哥的这一套操作 洗云流水 小黄毛想做断头 但是这个把位是没有的 这个脚没有勾住 胡子哥现在成功骑身 小黄毛在下位这个动作应该早就放掉 这样是很难形成这个断头抬的 而且会非常的耗自己的体能 小黄毛还是很执着 还是没有放开这个手 胡子哥这个膝盖再一次传过来 再一次骑身 小黄毛在刚才的一波动作中 已经把自己的体能给耗光了 还是在拼尽全力没有放开 这个动作是真的是可以放掉了 终于坚持不住 被胡子哥给振脱 此时的体位对小黄毛来说是非常的不利 胡子哥开始了上位的杂拳 左右改权杂拳 裁判出面停止了比赛 小黄毛被Q了 小黄毛在前面的比赛中 是过于执着自己的那个动作了 其实在一般的职业比赛中 刚才那个把位如果说行程不了的话 最多也就可能10秒钟左右 他就放掉了 耗光的体能也就输掉了比赛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第二场比赛 这是一场裸拳赛 不带拳套 背头哥叫白杨 今年27岁 身高170 体重77公斤 长毛哥叫斯特姆 今年27岁 身高180 体重80公斤 好 下面我们来看看 今天两人的这场裸拳赛 左边的长毛哥 对阵右边的背头哥 长毛的个子更高 背头的前手虚黄 后手败圈 好 我们现在回答一下 视频开头的问题这个答案 带拳套是为了保护自己 还是为了保护对手 先说我的观点 我认为70%是为了保护自己 30%是为了保护对手 什么原因 大家可以做一个实验 如果说你用裸拳打墙 跟你带了拳套以后打墙 谁的力度更大 答案是带着拳套打墙 发力更加充分 因为每个人的大佬 都有一个自我保护的意识 大佬为了保护你的手指 会自然而然的让你这个力度减弱 这就是为什么带4昂4的拳套比赛 比打裸拳的KO力更高 好 我们接着回到比赛 两人的格斗水平都是相当的高 旗鼓相当的水平 可以打出更加精彩的比赛 长毛的一个前手击辅没有打中 差点把自己摔倒 贝托哥还嘲笑他 嘲笑完了以后 背头就开始了下狠手 两人疯狂的换拳都想盖掉对手 换拳中背头非常的不幸被击中 直接挺尸倒地 长毛还上去了补了几拳 哇 刚才那一波真的是摇奖 贝托哥真的是倒霉 被摇奖摇中了 这下是半天都缓不过来了 这个时候的贝托哥 这个老子还属于一个懵逼的状态 好像是缓一点过来了 然后旁边再给他扇风 这时候的贝托哥眼神 已经开始慢慢缓过来了 已经没什么问题了 刚才打拳的时候 是整个都断片了 再缓不过来的话 他们就要给他送到医院去急救了 这个是比较危险的 好 现在贝托哥已经站起来了 和长毛握个手啊 还在比较友好的打完以后 今天的比赛就到此结束了 看格斗来小北格斗 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 我是你们的小北哥 下期再见 格斗是所有运动中 最不能装逼的项目 防守反击 距离节奏的把控缺一不可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战斗民族的裸拳拳击 Top Dog的比赛 第一位上场的叫格拉托 今年28岁 他的对手叫皮亚马多夫 今年21岁 身高173 这是一场70公斤 拳击规则的比赛 当然是裸拳战斗 两人一上场 就充满了火药味 好 三回合的比赛 每回合两分钟 左边缠着黑色缠手带的 叫皮亚马多夫 右边缠着白色缠手带的格拉托 好 银声一响 瞬间开启战斗模式 皮亚马多夫的第一拳 就把格拉托的额头打破了 格拉托的上钩拳打中 双方激励对攻 哇 打出了一波小高潮啊 皮亚马多夫看起来有点上头了 疯狂的出拳 这时候可以看到格拉托的额头受伤还是挺严重的 皮亚马多夫一个后手重拳打中 哇哦 皮亚马多夫被击倒 他是在挑衅对手 正所谓不作死就不会死啊 原本打得好好的非要来装个逼 我猫的狗了 皮亚马多夫被堵秒 爬起来以后仍然咆哮一下 来缓解自己的尴尬 船外的观众提醒裁判 皮亚马多夫的牙套也掉了 格拉托的伤口还是比较大的 被击倒以后的皮亚马多夫 是丧失了进攻的武器 只能暴走防守 皮亚马多夫的牙套再次被打掉 裁判把他们拉开 再给他戴上牙套 格拉托是不想给对手任何闯息的机会 猛烈的进攻 皮亚马多夫的腹部也被打红了 裁判给皮亚马多夫第二次堵秒 如果三次堵秒就直接判复了 好 第一回合的时间还剩下最后的15秒 好 第一回合后半段 格拉托并没有KO对手 好 我们来看一下皮亚马多夫是怎么装 好 第一回合的时刻 好 第一回合的时间 好 第二回合的时间 試穿了 好 第一回合的时间 好 在这边 好 第一回合的时间 好 第二回合的时间 好 二旁 是两十年 好 还是两 нет 对手 寠HHHH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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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的皮亚马多夫应该已经缓过来了 马上准备进入第二回合的战斗 比亚马多夫一个上勾拳打中格拉托的下巴 比亚马多夫现在只能抱头防守 裁判要出面正式比赛了吗 皮亚马多夫好像是手胳膊受伤了 主动就放弃了比赛才办中级比赛 可拉托最终是抓住了时机 拿到了一个TKO的获胜 纵观整场比赛过程 转折点就在第一回合的那次击倒 皮亚马多夫被击倒以后 是丧失了整场比赛的主动权 看格斗来小北格斗 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 我是你们的小北哥 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